OF OF 保留美麗大水河案 大北道路案 大家知道在甄義已經二十多年了 那其實是從民國85年就提出了這個案子 但在89年第一次環評審查的時候並沒有通過 但在103年的時候第二次環評結論 又被最高法與新政法院判決訓練撤銷 是一條非常爭議的一條道路 但是呢新北市政府仍然不放棄 又再發起第三次環評了 那第三次環評在今年的1月15號 也是經歷過許多爭議在各界的反對之下 草率的通過環評審查 在6月1號公布審查結論 可是呢其實這個過程當中呢 其實非常多的一些爭議跟違法之處 所以因此針對這個部分呢 環境法律的協會就算你的歷史團 依法於6月30號提出數月申請 但今天我們會等出官民主分 各種的違法其實正式的提出數月 那這一次的審查讓我們感覺到非常驚訝的是 是什麼呢 在前面發言簡報提問這些程序結束過後 接下來就是環評委員的閉門會議的討論 但這個閉門會議的討論它基本上要有的功能 應該是要由環評委員 針對在大會之中所顯示出來的資訊 充分的討論交換意見 但是這一次的環評大會 卻在閉門會議之後 由環保署的業務單位 直接拿出來 遇你好的審查結論 那在場的環評委員沒有討論 一片靜默就直接通過了這個遇你好的審查結論 從閉門到開門 從頭到尾不超過十分鐘 那像這樣子欠缺即時廣義意見交流 交互辯證這種符合合一致精神的程序進行 我們認為顯然是違法的 這個部分在最高行政法院 前面中科三期的案子就已經指出 合一致機關的精神就必須要有意見交流 即時廣義跟交互辯證等符合合一致精神的程序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處分就是違法 而本件環評處分就有這樣子的一個違法的特徵存在 本件的那個原處分 雖然說他跟國家重要的私地保護計畫 沒有明顯的不利益跟相衝突的情形 但是這個實際上是錯的 怎麼說勒 因為依照私地保育法淡水而流域 重要私地保育利用計畫的規定 重要私地跟周邊環境必須要設緩衝區 以降低 有效降低周邊土地的使用 對環境生態的干擾及影響 可是本件的開發狀況是 犧牲開發案跟紅樹林自然保育局是緊貼的 甚至他為了建這一道 這個淡美快速道路 還必須去拆掉既有的紅樹林捷運站的某些部分 才可以有空間挪得出來 去照這一條道路 所以這個狀況絕對是違法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是 它也位在淡水而口口的自然保護區的區域內 它這個西偵開發案的影響是 它已經對它的生態環境還有自然發育 造成了很明顯的影響 那除了這個違反之外 它也明顯違反文化資產保護法第86條 以及淡水和流域重要實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 的規劃構想及資新要點 這個案子很明顯的 其實有諸多違法之處 那所以說其實在這種狀況一般的情況下 依據裁糧收縮理論 在一般的法律要件有裁糧空間的前因下 可是這個個案的明顯事實 它已經沒有任何的裁糧空間的前因下 原處分應該做否決的決定 可是很遺憾的也很可惜的 它除了葬禦律師剛才所講的 沒有經過任何討論 開發環保署的業務執行單位 把預先預理的環境者拿出來 做通過的結論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是不合法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綠色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國家重要實地的核心保存區 那在這個地方 這邊就是台二線 就是台二線 中正通路 那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黑點 這裡就是紅樹林 紅樹林捷運站 那淡北道路它的開口有兩處 一處就是這個Y字形的路口 大家去淡水一定都會經過這個Y字形的路口 這邊就是俗稱的鐙輝大道 這裡就是要往淡水的救市區 在Y字路口的開口是淡北道路的起點 那從這個起點它會穿過 紅樹林捷運站的後方 也就是剛才張淡君律師所講的 必須要拆除一部分紅樹林捷運站的設施 零車的回車道 它才有路廊 然後再經過這個地方 然後再往 繼續的往 關渡的方向過去 從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也是我們一直不斷在強調的 淡北道路跟核心保存的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國家重要實地之間沒有適當的緩衝帶 這是事實 沒有適當的緩衝帶 你再怎麼樣去用任何的預防減輕措施 你都沒有辦法去避免破壞或改變紅樹林自然保留區的原始自然狀態 而這件事情就是文化資產保存法第86條 所禁止跟限制的事情 上次環評就是民國100年那次環評被撤銷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是它連道路的邊界跟紅樹林自然保留區的邊界 到底離得多遠 緩衝區有多寬 連這個最基本的事實都沒有搞清楚 那現在這次的環評這個事實有搞清楚 公文在環評書的公文告訴我們 有一部分是共用邊界 也就是說道路的邊界跟紅樹林自然保留區的邊界是同一條 共用邊界 沒有緩衝區 沒有緩衝區 這個是一樣的 這個事實是一樣的 那因此開發單位它也想了很多辦法 它就是說我的道路下面會做很多寒動 讓這些小螃蟹啊 小生物啊可以穿越這些寒動 然後它還另外再做了一些 所謂的預防減輕措施 以及這個生態監測的 的質啊 生態監測的質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小動物的這個生態監測的質 小動物的數量開始駕降 或者是死亡的屍體的數量開始變多的時候 我就要停工或者是採取一些其他的措施 那我們光看這個就其實就知道 它就是會改變 等破壞紅樹林自然不樂趣 那我這邊再補充一點就是 有關於現行的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十一條其實有要求說 開發單元應該檢取一些 相關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其中對於環境現況的這個評估 它有一些相關的實施準則 都會要求說要儘可能在一到兩年內的相關資料 比較能夠貼近這個環境目前的真實情況 那也後面要不要做開發案 這個部分會相對準確 畢竟這些數據資料是符合科學可預測性 那這個部分你做出來的報告 才會符合現實可否開發 所以我們環境影響評估 有時候時間拉著過去 我們會需要重做評估 那我們在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十三條其實有定義的相關的審查期限 它原則上是以目的實驗主管機關送交主管機關之後 原則是以60天內要做成一個審查的結論 那有一些例外的情況下可以延長一次 就是一共是120天 可是在我們這個本案裡面 就是從原處分機關收到相關的資料開始期 算是107年的5月24號 這是在他們的處分書裡面 就自行這樣承認的 那後來它卻遲到109年的1月15號 才做成了這個所謂的法規要求的審查結論 那這兩個時間相差的時間 已經間隔間距1602天 那跟所謂法規要求的120天 其實已經差到10到5倍之久了 那這個法律的這個限制 並不是所謂的訓示期間 因為有相關的司法實務已經指出來說 你在做那個環境影響報告所要求的資料 其實它裡面的附件都有要求檢測那個頻率 不可以拉得過長 然後要密集 盡量在1到2年之內 那如果盡量1到2年之內的話 那你這個審查報告 從原本預設的兩個月做到監禁兩年 那你的資料是不是又開始失足了